我們現在手上這個就是很珍貴的資料 從來沒有在媒體面前曝光過 就是當初幫傑仁報名 還是陪他去的人寫給你的信是不是 就差點學妹吧 學妹 日記日記 那他裡面有寫到就是說他那天陪傑仁去比賽 然後因為一點才要比賽沒地方去 我們走了好遠找到了一家素食店 做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一個多小時 他已經去上了兩三次廁所 我給他了一顆謝麗婷 謝麗婷 他說不過頂多能讓他不要再拉 卻不能讓他不要緊張 其實我也很緊張 哇真的啊 你有記得這一個人嗎 我記得這個學妹還蠻感見他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寫這個東西 他的筆記耶 這火棒嘛 這是最近寫的嗎 他有當詞寫的 真的喔 這給你做紀念 留給我一下 對對對 哇這個 就是他陪你去中廣大樓錄影的 那一天的實錄都寫在上面 對對對 真的喔 太棒了太棒了 超級新人王我們內錄節目 重點是我們還找到了這個選名 喔真的假的 趕快看一下 你還記得他的名字 欸 你忘了注意 喔 我給他看了 給他看了就會知道了 五四三二之後 後面的門會打開 他會從他那邊走出來 這就太恐怖了 小小雯 好久不見 還記得我是誰嗎 就是今天來呢 有兩件事情 一定要跟你小小的抱怨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 一頓飯欠了 應該有15年這麼久了吧 那是不是該還了呢 既然餐廳都開了這麼多間 是不是該請我去吃個飯呢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 常常從很多報章雜誌裡面看到 你會說 我今天出道都是因為有一個學妹幫我報名 是怎樣 學妹也是有名字的啊 我叫譚忠霖 還記得吧 超級現亡的部分 其實是我們瞞著他幫他報名的 所以當報名完成之後 我們把這件事情告訴他的時候 其實他是說 這太丟臉了 我不想去 那個 如果到時候通知我 我一定不要去比賽 那但是直到 他下一次再告訴我們的時候 他說 我比完了 而且我贏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還蠻 蠻好笑的一個回憶 其實也知道說 你一直以來 就是說紅了這麼多年 然後 有這麼好的表現 那比較辛苦的是說 同時就是沒有了隱私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就真的是要你多多擔待 然後要hold住 就是不要再動怒了 然後希望你以後可以走得更長遠更久 然後做更多你喜歡的作品 是這個人沒錯嗎 對對對 就是這個人 因為他製作單有時候會找一些靈臉來呼吸 沒有沒有沒有 是他 我們故事有這麼爛嗎 我們做超級新人王的耶 我們跟Jerland關係對不對 這很厲害 這個名字你看我剛剛有記得吧 有 有談什麼再講一次 譚中臨 對對對 Jerland看起來會不會有感動 很感動 而且學會有點變耶 感覺有點變 變漂亮了 你也以為我們就找你學員嗎 不是不是 變漂亮 但是字機有點變好 感覺好像成熟了 但我還是一直沒變的感覺 我覺得 對 不會了不會了 而且這剛剛有提到說是這個 學妹偷偷幫他報名的 對 但是我們這邊有一封信裡面呢 有一些反證 跟真的 你們好像剪掉單位喔 很可怕 有一些反證 這是杰倫的 聽說是杰倫逼學妹幫他去報名的 蛤 有此一封嗎 他就是一個想要出風頭悶騷的人 欸 從治理行間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 我必須要講 很多的演藝人員或很多天才都是害羞的 是 然後不是後面有人推一下啊 那不好意思 你誤會了 蛤 你看一下這邊 這杰倫的筆跡喔 直接底撞我 我看一下 你看喔 忠 忠明小妹妹 這封信是你的真機嗎 看一下 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 字沒那麼好看 欸 是不是你寫的 那我講 真的 覺得你學習有障礙 沒有 這好像是我的字 而且 以前還蠻好看的 哈哈哈 這有 有變口的趨勢 打電腦 打電腦很少寫字的 所以你自稱叫大兄是不是 對 就是大兄的意思 對不對 哦 他後面是寫大兄耶 大兄 大兄 等一下我先 溫習一下那種感覺 給你時間 對 給你 給你 給你時間 突然還有那種感覺 好棒啊 啊 我們做單位 我第一次覺得我們做單位做節目 真的好用心啊 這也是他提供的 這後面有一段是說 這星期三我很想去KTV唱歌 不過總Fuel心中還有許多放不開 可能想等到聯考完才會Fuel輕鬆吧 對了 報名的事就拜託你了 我想利用星期四或五 留下來錄好一些雜七雜八的事告一段落 開始要打拚了 拜三的M就是麥差勞的意思 別忘了 KTV以後再去好了 謝謝你辛苦做的卡片真的很棒 所以是你請學妹報名的嗎 不是不是不是 報名這個應該不是 不是這另外一回事 因為後來還有很多 後來我們還有學弟啊 也去參加啦 超青龍啊 對好多人都去參加了 因為第一次去得了獎金 想說欸蠻好賺的 就是以後的都去報名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戴上中間那時候參加我們的蠻多的 我看過資料 還蠻 後來很多人 就是我後來去比完 比完之後很多學弟 也是音樂班的 有一個很喜歡唱歌 後來也去報名 然後他自己好像也有去報 他自己好像也有去唱耶 印象中 對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那時候變成 超青龍變一個熱潮 因為很多人都從那邊出來 還有戲劇啊 那他裡面講的說你要請他吃飯 對 我看你從餐廳你可以去 然後報說你是都有學妹 免費 對 明天會不會有兩三百人都這樣去 姓譚好不好 那姓譚 姓譚 姓譚的也 在台灣找也有兩三千位啊 哈哈哈 欸不不很感人嗎 對很感人真的很感動 而且 這中間我去上過節目 都沒有人找過他 嗯 對對對 不過這個是很 這個這個時候我覺得很重要 這個這個過程是很重要 還是你的這個算是你的這個貴人 你拿什麼東西 喔 這邊呢是 這是很珍貴的照片 對 你想看嗎 就是我們去學校裡面 我們找到了老師了嘛 找到了學妹嘛 我們還找到他以前成績單 但是礙於他的形象 因為那個成績單 不太方便公布 所以我們把他放到碎紙機了 但是 他的一些畢業紀念冊 一些珍貴的照片 我們都找出來 這張我最喜歡了 千萬不要 一定是那種很奇怪的東西 沒有真的好可愛 欸 開始要上課了 我每天就好像噩夢一樣 他也有一次在拍 這拍戲的空檔 應該通常就是 真的好可愛 好可愛 這是傑倫小學的時候 這個好小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喔 就是 媽媽故意弄個油頭這樣 平常是 平常是西瓜頭啊 嗯 而且你知道我們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都會把那個喜歡的男生啊 就畢業了之後 就把喜歡男生的那個照片給挖掉 結果我們去學校拍的時候 果真就發現 傑倫的照片 被挖掉了 哦 這是學校的畢業紀念冊 就你以為好險沒有嗎 我們就找到了一張 另外一張 還是有的 這是 這是學校保存的檔案 對 這是老師私人珍藏的 在哪裡 那學校的部分呢 這一塊 聽說已經被後來的學妹挖空了 那我們就去找到 老師保留的這個版本 就有看到 她的照片 在哪裡 就是這個洞的照片 沒有怎麼變啊 遠遠的是不是 沒什麼變呢 真的 沒有怎麼變 然後這個也是 這是高中的嗎 這是國中 國中的照片 有點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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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是黑白的 這個是高中了吧 也是國中 也是國中 就輸了一個由頭 自以為是的感覺 他表情沒有變耶 酷酷的 真的就酷酷的 對 那這個也是呢 就是 學校的 保留的畢業紀念冊 你的部分已經被人家挖掉了 好像擁癮了 對 然後這是老師保存的版本裡面 老師真的一直找拿著 這裡 才有他本人的照片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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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OK 結論你是不是那種 碰到熟的人話就很多 對啊 然後不熟狀況的話就不講 對啊 所以你當初到中線公司的時候 對 去中線公司的時候 真的是悶得頭不講話 那時候最熟的就是 修比都哈 對對對 修比都哈這樣 那四個 我覺得跟他們相處 幾乎每天都在一起 然後我們有時候去宣傳 我也會去跟著 就像比如說 他們來這邊錄影 我可能就站在那邊看 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那種感覺很好玩 就是你常常看到 一些電視裡面出現的人這樣 有一次在 他的餐廳打工 彈琴 然後就帶了劉德華 來餐廳用餐 然後就說 我接到一個小朋友 然後我想 劉德華 趕快來獻唱一首歌曲 他的歌曲 然後我再把自己的創作 說要寫給他聽 那時候是這樣 後來沒有被用 對 沒關係 好可愛 我覺得 然後那時候 餐廳常常會來一堆 明星 阿靈歌還是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 故意去唱他們的歌曲 然後故意去改變一下 然後去 叫服務生去看他 有沒有在聽 因為我在二樓看 我看不見他在一樓的反應嘛 然後他說沒有 他在吃東西 結果常常會做這種 有一點想要挑釁的動作 故意改變你的歌曲 看看你有沒有什麼反應 這樣 那時候我覺得很好玩了 就是 那時候還沒有 我根本沒有想要來到目前 我覺得在幕後很好玩 那時候在周恩公待了 有快有三四年了 有三四年 三四年才後來才出第一張唱片 也是很腼 剛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都很腼 可是一下子就被大家接受了 這就是傑倫出第一張專輯 拍照好像也不太看鏡頭 攝影師說來一點這種動作 可能覺得我 我不知道我後來 這個好像是去把這個頭髮燙卷了 那時候不太習慣 然後反正那時候就不太開心這樣 所以這個表情有點不太開心 沒有還好啦 我自己覺得就是 後來就換了一個封面 後來裡面的造型 我記得好像有很多都是戴帽子 然後壓了滴滴的 那時候拍MV的時候 那時候覺得 都不用看到別人 而且那時候最喜歡做的就是電台 電台房 不要露相 那時候我講話最多的就是電台 就是我在自己講解析自己的音樂 就是高韓擴論都是在電台 你到什麼時候才感覺說 在眾人面前表演 說話上電視開始比較輕鬆嗎 其實我之前不是有做主持嗎 那很後面 那很後面 在那前面大概兩三年 就開始比較好一點 對我開始覺得好像可以面對鏡頭 比較不會這麼的緊張 結論你會不會 你是不是那種知道自己問題所在 然後一定要去把它克服的人 我要看這個是什麼問題 比如說像英文 剛才講的 英文就是從小到小的問題 那當然你拍這個片子 一定要講 那沒辦法 那就要去克服 而且可是拍《青鋒俠》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在亞洲或全世界 華人心目中已經很很棒了 然後讓你重新學東西 你自己會不會有障礙 我就當作自己是新人這樣 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那種心態在美國也是一樣 就是好像又從頭來 但我很喜歡那種 很珍惜那種從頭來的感覺 因為現在已經回不到那種 我現在開記者會 我已經不會有那種 像以前那種 沒有熱情的不爽 以前那種那時候 最記者一開始是在一個餐廳 然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那麼多麥克風 這是已經開了 那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那種 新鮮感 新鮮感對你是非常重要 新鮮感很重要 所以你也是嘗試新的東西 也不管這新的東西 到底你覺得會不會成敗 你都很經常在嘗試 這是很重要的東西 沒錯 新鮮感 它就是屬於創意人 一定是這樣子 那我剛才說到說英文 說英文一直是你一個障礙 可是你看周润發那時候也是 到好萊塢之後 就花一年的時間 就把英文要學會 所以你要下定決心 就是自己是科普試試看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第一次要講一個 第一次對白的心情 就是要用英文講對白的一個心情 沒有那時候 就是有一個專門的一個家教 對 我就真的很像學生一樣這樣 又重新回到那種 每天要三四個小時這樣 然後讀那個對白 而且它要糾著你的發音 我想說我又不是老外 你就讓人家覺得我是一個華人 然後講不好英文沒差 對 然後好像很多張子儀啊 鞏利然後他都教過 都他教 對都他教 我就覺得好像應該 他不會講華文對不對 他不會講 他不會講 那那時候龍哥楊俊榮 他英文也很不錯 他台大的 對因為很不錯 然後他就是 就是當翻譯這樣 然後陪著我這樣 就好像就是專門去學 學幾個樂這樣 他真的很厲害對不對 那個那個那個老外真的很厲害 對好來如果我拼這種人來教華人英文的話 都很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對他之前教那個羅素克洛也是要 羅素克洛也是要 羅素克洛 對他教他可能 因為羅素克洛好像發音有 澳洲腔 對有那種腔調 他要改掉他的腔調 教到羅素克洛都已經生氣了 直接拿他雜誌 炸他 炸他你知道 那種感覺 因為他是一個 羅素克洛還蠻火爆的一個人 對對澳洲人 那在那種 在那個可能他在休息 在那種拖子上面休息 但是那個老師就是會很堅持 欸 開始要上課了 我每天就好像噩夢一樣 有一次在拍 就拍戲的空檔 應該通常就是休息 所以老外通常那演員就是大吃大喝幹嘛 我就在那邊打電動 然後就進來 Chay 我好聽到Chay 他的 背脊都涼了 他的聲音有點像那個 Chay你又有那種 姥姥 姥姥的感覺 那個很有勇氣耶 英文不好喔 然後他在好萊塢要接這麼大的騙子 而且演得還蠻酷的耶 演得好像那個英文還蠻 蠻像自己的語言一樣 嗯 我聽他講英文 我真的有嚇到 對啊 真的還蠻溜的 真的嗎 對 聽起來很溜 而且主要是